当地时间12月9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亚德会见科摩罗总统阿扎利 习近平强调 中方高度重视中科关系发展 在迈向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上 愿同科方做相互信赖的好朋友 好伙伴 中方赞赏科方 长期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给予坚定支持 将继续支持科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中方支持科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科方密切团结协作 坚定相互支持 维护好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习近平指出 中方愿同科方密切各领域各层级友好交往 推进中阿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成果落实 同科方建设2030新兴国家战略深入对接 加强基础设施 医疗卫生 海洋经济等领域合作 中方鼓励有实力中国企业赋科投资 希望科方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平台 推动更多科摩罗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阿扎利表示 科中两国有着传统友好关系 自从科摩罗独立之日起 中国就同科摩罗始终肩并肩站在一起 在科方最困难时候提供无私帮助 中国原建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和提供的抗疫物资 疫苗极大汇集了科摩罗人民 无论中国未来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科方都将继续坚定地同中国站在一起 科方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 支持中方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提出的所有方案 愿同中方共同支持多边主义 中方共同支持多边主义